大家好,我是 这一期记录了和银行螺丝钉的闲聊碎片 银行螺丝钉是在财经区尤其是基金垂类下 上映化路径探索的比较成功的创作者 规模现在做的已经相当大了 希望我们的聊天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油店,北游 不是,那你北游不应该学通信相关的专业 是的,我通信 有一波去了运营商的 就是移动电信那些 然后有一波是去互联网的 现在毕业的去金融类公司也挺多的 但是你属于哪班的什么商品? 我其实对当时学的专业不是特别感兴趣 就属于那种自己喜欢瞎折腾的那种 但是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的老家是山东 你说山东的是不孝有孙 对吧,不好公务员 第一梯队是公务员 然后第二梯队是事业那样的 那算银行就是只能算半个不像 去了运营商 对,然后你要去互联网公司的话 那就属于真的传回了 那后来怎么就觉得又干了不爽? 从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兴趣 自己会炒股嘛 会去做点投资啥的 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是那个 互联网公司卖基金在网上卖的比较火 那个银行当时是有一些警惕感 就觉得比较紧张 然后就纷纷也成立了一些基金相关的业务 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些基金的资料 觉得这个东西投资的风险比直接买股票要小嘛 然后后来就开始研究基金 这个自己就开始投基金 对,自己就开始投 然后就开始写一些基金的相关分析 但这个时候还没有打算从银行出来 就一直在银行这个体系内 当时是几几年 一二到一四,整整三年都算便宜 就一直在底下趴着 就你那会儿是一二,一三年 对,一三年前后 接触基金的那段时间 那你是投资生,应该是最赚的那拨人 就一五年之前进去的都很吧 对,一三年那会儿就比较低嘛 然后一方面自己投 一方面开始写一些基金相关的 或者投资相关的一些这个门章材料之类的 就是牛伞 当时的成功牛伞 确实是个小伞 这是一个自己投资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那个决定从银行出来是一五年 一五年那个股灾的时候 因为当时你说那个银行传统 卖金融产品 就是大家买一些理财啥的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买一些花生油啊大米啊 然后摆在那个营业厅 特别的多 然后北京的大爷大妈可能就会去 营业厅的时候就会 你买个理财送花生油 然后这个效果还特别好 其实还是股票基金卖的多 然后很多的投资者可能就一五年的时候被套了 但是下跌的时候呢 这个银行他也不会继续卖股票基金了 他下跌的时候去卖保险 去卖理财 当时就觉得这个模式好像有点问题 就是客户亏了很多 然后便宜的时候为啥不让客户买 因为便宜的时候卖不出去嘛 然后就是自己的议位就还是银行的一个螺丝钉了 所以我来到后面去 这个名字是当时有个比较火的日剧 叫半则之术 对吧 对吧 你听过的 半则之术里面那个主人公就是他父亲 那个当时开了一个螺丝钉的工厂 然后呢 因为银行不放贷倒闭了 然后主人公就留了一个螺丝钉挂在自己心前 他说这个银行的商业模式就是晴天借散 雨天收散 他觉得他要改变银行的这种商业模式 就不优之意 然后就成了这个 后来我就我当然随便取得取得 当然当然从另一个角度 你说银行里每一个员工都是个螺丝钉 我们银行的体系已经很完善了 还挺优异的 我还以为你就是不想当螺丝钉了 其实有这么高步见领的东西 对对对 是跟同步业偶息相关的 对对 为什么对投基金股票感兴趣 是因为赚了很多吗 14年15年那段牛市确实收益挺好 因为买得早了 就13年那会成本也低 那个时候你想茅台都不到10倍 适应率 现在白九二三十倍吧 所以赚钱是最好的兴趣驱动 对对 但是如果要是纯炒股赚钱了 我理解你应该辞职回家炒股 对 而不是写公众号 但是当时为什么用小内容输出呢 因为当时我就是在15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很多投资者亏钱了 之前我写文章是股票投资我也写 基金投资我也写 都会写的 然后15年下半年之后 我就基本不写股票的就转上基金了 原因就是下跌的时候 你个股投资更难拿得住 但是我都不敢说 更加 你当时下决定的时候 肯定是觉得这边更赚钱了 或者说肯定是能行的 你猜 因为14年到15年 那轮牛市当时也赚了一些钱 然后至少在北京混合饭吃 还能活下去 那你不是因为私的业务赚钱了 是因为抗互险能力就已经非常强了 对 就是海外那个话叫什么说的 那个话叫啥的 反正就是想辞就辞的那个钱 赚下的 好高 过不出来的那个 所以你出来之后 其实没有说就是纯写内容 就其实直接开始做头部的类似的事情了 对吧 其实刚开始的话算是头教吧 就是写一些基金相关的内容 1617年刚好那段时间 那个有个出版社 就中信出版社也找到我 然后说你之前写了很多内容 写的很好 然后说这个内容已经够一本出了 然后我们就就把这个直接就出了 你做到大概多少粉丝的时候出来的 其实那时候没多少粉丝 其实我是反着的就是书先出来 就是当时的前往关注数我印象中15年那会儿才几万 但那个时候是书的名气比我的那个关注的人数要多了 我印象中是1617年才首次突破了10万的关注 那那个时候你已经辞职了 就是你哪年辞职了 15年下班 那你等于是两年之后才就是迎来了最大的那种人 15年的时候市场下跌 然后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对股票基金还不是特别感兴趣 然后1617年的时候A股有一波卖 连续两年是一个大传股上涨 所以那一波的话有一些投资者可能15年下跌 他看了我们的内容 他买了基金了 1617年他又这个时候产了一些口碑 所以1617年的时候有一波 就是还是大家赚了钱了 对对对 其实投资者产生信任他是要度过熊市看到收益 嗯 在那个阶段 嗯 你们就还只是输出内容 还没有提供服务什么 对对对 基本上都是纯纯内容为主 1617年 有两年是没开始上烟化 然后并且还辞职了 然后再结封了好 那这两年就怎么赚钱呢 就结果忘记了 嗯 其实我觉得从资金上当时也不太缺 就是因为1415年一光牛市 当时的话书也带来了一些收益 我们第一本书的销量背后到了100万以上 就是给我们给带来了一笔商业的稿费嘛 一开始没想到这个书会这么火 其实当时只是觉得反正文章都写了 就顺便买它把这个书出出来 人设就立的很高 因为大部分人先看了书 然后觉得噢真真也真真逼 然后来关注这个公众号 然后就开始买服务 就我觉得这个信任的建立是 我还看了一个课本 然后我跟着这个写课本的老师去买的这个东西一样 对 这个信任度回头没考 对那等于你那时候写公众号就广告什么的很傻 然后也没没怎么接 也没怎么通过公众号的用品 对那段时间因为广告最多的其实就P2P和房地产 这种广告最多 所以说财经类的账号真的很难接广告 对对对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广告 接的都是坑 对都是坑 对 我觉得财经类的接广告给钱最多的基本都是坑 对 是 我后代有一堆这种 特别是除了这种之外最坑的是那些草主群 那种肯定是违法的 对 你就没想着再用再写书 然后一本一本靠书来赚钱 后来也写了基本就不同主题的嘛 我觉得这些年书籍整体的量 比前几年还下降了一些 可能也跟短视频啊这些平台有关系 包括公众号的文章也是 早些年大家写几千字 对吧 这个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洋洋撒撒几千字 这个看的人也能看完 完成率还挺高 是 你现在写超过一千字 就基本完成率就很低了 嗯 是这样吗 对 文字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公众号的最佳长度是一千字上下 可一千字讲不了什么 那很快就看完了 对 就可能每篇文章就讲好一个点 就讲一个点 图文才充足 其实大家都在慢慢变短是吗 对 我觉得是的 就短视频我觉得它拉低了 大家看内容的耐心 就把那个参照物给拉得更短了 就感觉也不光是短视频吧 因为看图文的人和看视频的人我感觉不是一拨人 比如说短视频如果要是改变了一个图文阅读者的阅读习惯 这听起来不太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大家看的越来越短是因为图文作者的那个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也越来越卷了 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说真正把你一篇是三万字的都给看完 那些能看完长文的就是习惯用读万字 语上文章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受短视频影响很小 有很小一部份的人是说真的能喜欢上短视频 他本身就是一个深度读者或者一个长视频的深度用户 对 那这些人他们就是比如说一直跟着你这些核心铁粉 他们阅读时间会变难 有些人他就不喜欢短视频 他就喜欢看深度的长的内容 这种用户的话我们就是会提供像书这样的一些内容产品 大多数的用户可能他还是喜欢那种短平快的内容消费 就在图文也是这个趋势 对 然后基金的话因为他的市场变换太快了 他最难的不是写的文字长短 是他要调研出一些市场挖不到的信息 这种的就难了 可能这种信息也不会太长 可能就几百字就说完了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高校传递给信息可能是读者最喜欢的 对 你像我关注基金圈的 我反而不太关注那些阅读量很高的好 我会去找那些行业大咖 对吧 他背后他实际上是一个经营公司的高管 或者说是一个很自身的从业人员 然后他写的文上可能阅读量就几百几千的阅读量 但这种类型的号我就关注了很多 他们的文章也不算太长 一般写的时候也写过也是写过一两千字最多 然后这里面可能会隐含一些比较深的一些信息 这什么东西要调 不知道 药椒只是一坨辣椒 不是这个 里面有东西 也没有 你是在期待说现在看长内容的人还很多是吗 因为你喜欢新长内容 对啊 我也是看长内容的 我觉得长视频的逻辑跟书可能会比较像 就是他要在一个视频里把这个事来龙去脉都讲清楚 是一个叙事的逻辑 他需要跟写一本书类似吧 然后字数也是相当于一本小店的书的那个字数 我觉得财经短视频其实有点伪逻辑 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娱乐视频 而不能被命名为财经视频 因为如果真的是希望他能达到一个信息传递的效果 那我为什么不去看电报呢 就直接一条信息今天CPI多少 我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我还可以看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觉得财经短视频 他要么就是偏新闻 对吧 就是大家新闻播报 这是一个 对对 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 他要变得非常娱乐化 对 单口相声 脱口秀 对对 所以现在住职机构的话就是因为监管的问题 然后但是还想继续做这个事 所以就住职了 对就是这个领域 我做这个事情 做基金组合在海外的话 它就属于叫基金投户 从21年之后我们原来的那些 提供的基金组合这样的一些 这个这个形态吧 就都变成了 放到基金投户下面才能做 嗯 那感觉你这个事业的主线 就自打你拥有了 背变满你之后 你就变成了我想做这个事 然后呢 我因为想做这个事 我可以放弃 稳定的工作 但我也可以接受 那个机构的管制 然后进入到一个机构 但是总之我要做这个事 它是现在我有足够的钱了 然后我才就自己想干嘛干嘛 但是你要是你想干嘛干嘛的时候 也没想着赚钱 你要是想赚钱的话 就不会有两年空窗期 就是两年没有探索这些话 你肯定两年之后就是怎么着了 然后才想着你得赚钱了 或者说这也没有赚钱 就是你至少两年没有盈利的时候 就已经在做这些事了 你最后是怎么告诉你家里人 说你从银行辞职了 就16年之前 就出来 还没有团队的时候就是 对对对 那时候还是要说的 但是当时的时候正在谈对象啊 然后我跟我女朋友就说 先别跟家里说我出来了 等下把封结了 跟你二人对辞职银行这个工作应该 无所谓 对 她是没有 她也是就跟我是校友 其实当时都是北京邮店的 然后游店的女生很少乖 是挺少 那你准备是佼佼佼的 这么好啊 这个学校 我们因为我是正法类学校 我们学校全都是女生 到处都是女生 当然最后家里面是比较开明的 就还是觉得OK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 这些新媒体什么这些投资什么 他们也都不明白 当然最后你像21年的时候出来新规 我们要去金融公司接受这个规定的这些约束 其实从21年之后就基本没有纯粹的基金大约了 因为你要介绍基金就必然会有投资者问这个基金该怎么投 你如果告诉客户这个建议呢 它就属于投资的范畴 就不合格了 你必须得是编织内人才行 对对对 那比如说我要通过你这买的一个基金组合 就其中要多少投资费 主流的话是按百分比 就跟管理费类似 市场上你像股票基金组合主流是0.5%一年 大概这样一个费率 我们是在这个上面设了一个封顶 就是投资费呢 当年你比如你买的少 你买了1000块钱 那可能就几块钱投资费 那你如果买到10万块钱 那按照逻辑应该是四五百的投资费 那我们设了一个封顶 就最多到大概三百六 最多到三百六 再往上就不会再增加了 所以如果买了10万 它最多也就是三百六 三百分之千分之三点六 对千分之三点六 如果它买的是一百万 那就是万分之三点六 所以这样的话 这种模式是比较少见的 就在全球它也是比较新的一种 那天才很值啊 值什么呀 不值你想啊 我直接买股票 我是不是就是佣金啊 就是这种网络 然后这是第一层 你听我说吧 这是第一层 然后第二层呢 就是我买基金 买基金我就基金管理费 我再被套一层 对啊 然后现在是基金上面再套一层吧 就是投顾 但我自己买不好呀 我怎么不知道买什么 基金经理还要告诉你 那你相信我呢 以后咱们看一个页 我说我帮你挑投顾 在你们上 能再跳一球啊 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之前用户问过的 就是投顾 它是不是又套了一层 其实投顾它针对的目标客户 就是自己投基金收益不太好 然后亏的更多 那投顾帮它就改善了这个投资行为 所以其实投顾不是说 它要服务所有的客户 就是你在国内挑基金 比挑股票还难 因为基金现在是1万多 股票才4-5千 那组合太多了 对 所以实际上呢 你挑基金这个难度 比挑股票还难 其实我觉得基金经理 他要做的事是把投资做好 他不一定要服务客户 就是比如说一个基金经理 他要做的是 把自己手里的钱管好 他可以从头到尾 都不用跟客户说一句话 他只要把投资做好就行 你是承担了服务的这部分 对对对 所以投顾的 投顾分两块 就是投是一块 这个跟基金经理类似 然后固的这一块 就是客户如果有疑问 那得及时解答 三年前股票有投顾的 股票有一个投顾 叫证券投顾 那个吴氏肯定也知道 就是这个证券投顾 当时最后最后给客户 带来体验不太好 就因为股票的波动比基金大多 那你们的规模 应该现在是业内第一吧 还在前列吧 现在多少一个 这个是公开数据 叫222年底是147 147年 之前你们是不是也尝试过试验 是的 我就做的没有无师的这个 这个 你们这这么干 你不能跟我们这种 就是属于是叫财经过人会比 就是我全体都不一样 当初那些同事们 就是银行签的你们 如何评价你这种行为 出来做的也挺多 不过银行出来做 它跟我的方向还是有一区别 就是我们的客户大众 还是大众客户 就是资产量就中产吧 中产是我们核心客户多一些 然后高定值客户也有 但是银行出来做的话呢 它就主做高定值 因为它一般都是线下不符合 然后把它在银行积累的一些高定值客户 自己服务起来 其实网上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大客户 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就是经常给我们留言 后来有一次线下见到他 他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他说看了我们很多的文章 他最后自己投了 学会 因为他就特别懂 他就不太需要投顾这个服务 他转头找基金公司 给他定制了一个基金 超了几个亿 他其实我们当时介绍的是基金嘛 就是介绍指数基金 然后我们介绍理念什么他也挺认可 我当时觉得以前的那些基金的费率有点高 他就找基金公司给他定制了一支 一模一样的 但是费率更便宜的 那当时你等于是在银行的时候 你其实是收入 就是你的投资收入就已经超过银行的收入了 银行的工资了 因为刚好赶上了那个15年的文大牛市嘛 对 然后头上头上发现比这个银行工资要多了 对 然后才萌生了就是胆意 对吧 就这个底气了嘛 然后就开始搞了搞其他东西了 但我看完银行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大兜 就是我看周围的同学有学人力钻管理 后来也去银行 学建筑社也去银行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能去银行 你的那个优先级力感 肯定是投资要远远比在银行工作要更靠前 对那个时候是 其实以前对股票也没有特别感觉 我在大学的时候比较喜欢折腾 我最早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里折腾过银行 然后被你砸住了不就发假了 肯定拿不住了 肯定拿不住了 拿得住我还用了 然后再说 这当时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比银行最早的一波 我当时用自己那个破笔记本在那里 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还有啥用呢 啥用都没有了 所以就压根我都忘记我当时有放哪去了 那你现在应该还有点 应该是有 当时是有的 但是现在根本不记得当时放哪 最早的也看老板 因为我当时是在最早的时候是当时看电脑报 有个电脑报 然后电脑报上有一篇文章介绍 有人在交易XX 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我就去用电脑挖了一段时间 同时第一个风口 没想到后来抓住了 工程上的一个采经还一天下的风格 然后后来又弄网站了自己 对后来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做过 就自己学了一些编程 然后做了一些网站 然后也接了一些给别人建网站的活儿 然后当时接了 买包 低腾金可能就是 就是当时还是做这种开发的时候 赚了一些钱 那个时候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 那个时候我做那个网站 有一段时间是做那个谷歌的SEO 就是做那个搜索引擎优化 然后帮人家做网站 然后排到那个前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对对 哇 那你就从这个开始创业了 对对对 做了好多 然后还有一段时间 大一的时候是做了一个 就是在学校里边帮同学装电脑 然后维修电脑 装那个那个 怪不得你能找到一个朋友 好运动 你这个 就要得出这个责任 你应该说带哥他现在做到他们这个行业第一了 对 我想起来 我从你家都是在半岁 对啊 就是周围的男生都不知道在干嘛 但是有一个人在闷读创业的话 就很厉害 你当时的同学应该在北游戏 大多的时候是帮男生装电脑 因为北游基本上是男生 是 然后走了就开始投资了 后来就是那个同学里面有炒股的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那个那个当时给他维修电脑 他就说自己炒股 还是跑维修电脑 你这些全都是意外开始的 对 你在干嘛呢 他在炒股 然后后来就去图书馆借了好多股票相关的书 然后就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于就是把自己每天投资的一些心得 网上分享他讲 对 15年注册公众号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公众号的 红利的尾声了 天后期了 对 那叫那会儿 我还记得那会儿 千古熔断 对 什么 决同最高位要站了 很多基金 基金下跌 好像中位数是百分之五六十 那会儿印象特别深刻 就14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中间的 负责整个IBD业务的一个领导 给我们开大会 就跟我们说 这是你们人生里面 就是你们特别幸运 然后这是所有人生里面都很难遇的一件事 就14年 那个就是牛市 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牛市 当时就说要冲上一万点 6000点只是个开始 然后冲上一万点 4000点就是新奇点 对 然后当时就觉得 在这个行业充满了希望 到6月份 15年到6月份 就是6月份之后就 对对对 就每天都在跌 就天天都有人去那个营业网点 就大姨大妈 买了股票基金 亏了钱 在营业网点 那这是赔的亲家荡产 对对对 因为当时那个 那个两容业务 还有各种借贷 特别方便 对 就是杠杆流 对 大家都说借钱超过 嗯 还有厂外配资的 对 对 配资的 对对 配资的一波 刹杠杆 融资的一波 然后还有一些是那个买的分级币的 那个分级币基金的一波 这三波人是很多的亲家荡产 那你当时赔的多吗 其实15年的时候 高位止赢了一些 就大部分收益留下来 啊 你还能躲过这一波 你止赢了百分级币 因为15年 15年下半年 有一类品种 当时的机会很好 叫分级A 分级A 我们当时15年下半年 回了分级A 分级A 当时大概下半年涨了30% 就股票也要涨了 但分级A那个时候 他有一点点做空的功能 他当时涨了大概30% 到16年初 所以当时15年 只赢出来的一些钱 投了分级A 然后刚好那个分级A的上涨 抵消了一些 那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对 而且之后1617年运气也不错 因为16年初的时候 又跌到比较便宜了 然后又回过头来又进来了 天哪 所以那段时间 就是自己投资的收益会比较好 你们公众号是不是就是 女性和男性比例差不多1比1 早些年女性高 这两年男性比例略高一点 那你们客户里面 也是女性偏多是吗 对 基金行业一直到16年 1617年之后才变成男性变多的 就是基金这个行业 就买基金投资者 17年之前是女性变多 17年之后 然后头顾现在比较早期 头顾的客户女性居多 所以女性在基金这个行业上 一直都是先驱者 男性是亏的不行 那样才转换 男的都总觉得自己行 下来哭了 亏都不行了 爱过骂 你自己全对这个产品收衣服好的时候 会有人骂 肯定有人骂 就很多人就觉得 你说一身垃圾 或者说你怎么挪着怎么挪着 肯定会有人骂 通过什么途径 在公众号 就是对各种 你发完内容之后 留言区可能会有 就留言区的话 它会有两种内容 两种不同的情绪 有的投资者看到下跌 他会很开心 他这时候觉得 出现机会了 有的投资者会觉得 我怎么投了这么久 还没赚钱 他会很沮丧 一般的前者是老客户多一些 后者是新用户多一些 我们给很多基金公司运营 他们的官号 当他们在抖晋的BJR 有个小物处做账号 然后我们就会收到留言 就说叫你们里面 那谁谁谁出来 叫谁谁出来 那就是个基金经理 就几乎所有基金公司 都有叫谁谁出来 所以就像郭德纲说 基金这个行业 你赚了一半的钱是爱妈的钱 所以就是投雇 虽然开玩笑 虽然说主打一个陪伴 但是陪伴还挺多样的 就得有一个地方发现 对 他输出了情绪在里面 有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看到 客户多负面 心里肯定也难受吧 特别是晚上一末的时候 看到了有客户抱怨 那也就行 之前画了一些IP 就基金公司内部IP 就看到对自己评价不好 尤其他们那些产品业绩不好的时候 心里崩了 心里就很崩溃 有的 之前我们还见到有基金经理 因此就是轻度抑郁了 就是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经历过了 因为我在第一批遇到这样的情绪比较崩溃 15年那个大暴跌嘛 15年暴跌的时候 客户的钱就是很崩溃的 那个时候市场就夸夸夸天下都在跌 那你的心态会有变化吗 就是刚才说的第一次爱骂肯定要年受的 第一次会 第一次会 你接触的人数就是一百来人 对吧 就是那个邓巴数 那个接触的人数不是很多 我也看到 然后在 但是呢 你在互联网上 你突然发现成百上千的人 可能会因为一件事 突然向你发出封面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 开始怀疑自己 你的社会链条里面 你觉得 怎么我接触的这些人都在否定我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很多支持你的人 他没有发声 然后到市场好转的时候呢 这些颜料又反过来了 所以只要扛过第一波的那个封面 这个时候你知道 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支持的 有很多人是能够接受的 这种这种投资理念 他坚持下来之后就会好转一些 第二波第三波 后面几波都无所谓 皮了 后来几波就 就习惯了 反正都会过去 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有一些基金经理 他开始在这个平台上输出内容 这个会成为一个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 因为有的基金经理 他也不希望自己的产品 就是到下跌的时候客户熟 对吧 你跌到一定机会出现机会了 这个基金经理他还想着买的 你这时候客户还要熟 那基金经理说 以前变少 他也会很郁闷 所以这两年有一些基金经理 可能会跨界 开始输出一些 这个他的一些内容 去服务 自己成为IP 其实在私募的基金经理 出来做的比较多 找我的特别多 就是私募找我的特别多 就是出来要记 公共还是有点保护自己 一跌的时候 他反而不敢出来说话 但是从长远来看 他们其实应该一直都出来 总算 应该是要这样 对 就挨骂就挨骂 就是总会过去呢 这一是总会过去 二是像他你说的一点特别好 就是很多支持你的人没发声 对对对 而且挨过一次骂 第二次第三次 你就没有那么大心理负担 其实大多数支持者是承诺的 对对 私募是可能在这个事上 私募决策起来会更坚持一些 放一个长期来看 肯定是有负面有正面的时候 负面的时候就更应该挺住 对对对 传递一些正确的价值 是的 我们之前给一个私募做 然后每天也都是 就也有很多负面 然后最后还有觉得这些负面就是 也是我们 我私提供的一个服务 就是说那个我 我没跑 我拿你钱了对吧 但我没跑 我天天你爱骂 我天天还直播着 然后还发着视频 就陪伴你了 然后那些人他其实 也就是比如来骂了你 就他反而骂了你之后 他也不熟悉了 就是我宣企完了 骂的客户 他不是最差的客户 最差的客户是对你失望透顶 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对对对 他就输回了 他有经济神骂你的客户 他其实希望你变得更好 对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 就是每天其实就是输出 我们的投资的内容 然后包括这些服务 本身也要做 所以从反正输出方式上面的话 也可以通过线下一对一 但这种就只能服务高进入客户了 也可以在线上 那在线上的话 肯定就是公开去推 所以会更方便一起 其实从这个逻辑讲 就是公募更应该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大众 公募更应该做这件事 但是可能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的销售效果 他们就更依赖于银行 或者券商的渠道去销售 有一些公募 其实现在也在往这个方向改 有些经经理也在做这个事 他们可能会再学习 或者微博上先开个账号 经经理发点声音上的 先从时间前的平台看 最后一个做走 可能拍视频可能不太容易做 一般到视频这个环节 一般就公司策划变成形象片 那你觉得像比如说做视频这个方向上面 就是你们过去几年觉得做的 就遇到过最困难的那个事情是什么 我们也想证明 你当一个财经IP 它的那个收入 就各方面商业化 是前景无限的 就销售网只是就是各种方法里面 最最务实的一种吧 然后像你这种烫出了一条新天地 然后你这个背后 还有很高见领的这些理念在 然后以及最近大家都在说陈京区的IP 尤其是B站的这些 就准备起来的断功 谣言就是满天飞嘛 其实也没有 基本广告可以 就基本广告之外 还有好多路径的 什么麦克 什么会员制 其他人卖生发业 但可能对没开始的人来说 做IP是最困难的 大部分人幻想的都是 我把粉丝量长起来 就什么都有了 那长起来的这些人 又觉得好像还得想别的办法 对 大家老觉得就是流量就是钱了 就是默认的流量就是钱了 谁告诉你流量就是钱了 就其实根本就不是嘛 就是你得做好那个转换 就是你牛逼的人 能把流量转换成钱 在财经区 其实好多人都没做好这一步 公众号圈子是不是也不太好 公众号的打开 就是乱毒率越来越低 然后打开率越来越低 打开率是早些年的时候 公众号能到百分之十几 现在公众号打开率可能百分之二 一方面是内容的供给多了 网大可选那多了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其他的新媒体 挤占了文字类内容的时间 我们也想做短视频 看短视频后来发现 就是看短视频过来的用户的话 他在投资上面 不是特别能做到坚持持有 就这个比例上没有太高 我们发现就是去做讲书的那种 比如说给客户介绍一些投资的书籍 这也可能相对枯燥 但来的用户的转换率和 这些客户对投资的坚持的时间长度 都会比一般客户要好 就我觉得像你那个长视频对应的 那个客户群体可能也是基金的比较精准的一种 就是看书的人 看长的很有耐心 不管是看啥了 深度内容的时候 深度内容 那如果现在大家面对 就是打开率又降低 然后玩毒率又降低 那怎么办呢 就有个大法 反正要么就是去探索新媒体 就在更多的平台上去尝试做一些视频 做一些直播之类的 像我们在前两年的时候 也开始做每周的直播的一些内容 就给一些老客户做一些直播的分享 然后还有一种方向是 有一些平台他可能会做一些私欲 比如说做一些投资者的社群 大家在里面聊天之类的 然后我们做视频的效果也没有特别好 我们目前视频里面 就只有直播的效果比较好 就还是在公众号上直播 对 就有点像今天公司的服务 就是开直播服务自己的 现存客户的这么一个逻辑 对 就是看你直播的人 好多都已经是你的客户了 对 它大多数其实已经是客户 然后直播是一项附带的服务 投顾里面的顾 就是应该我们也强调这一点 投顾里面的顾 就应该包含直播这项业务 确实 本来就是 我觉得不然你去哪儿 接触那么多客户的同时 对 对 我们应该跟今天 都说这一点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做的 就投顾的顾到底是个啥 各家其实最后答案都不一样的 对 我们觉得是 因为我们在投顾的顾的上面 是内容加服务 内容这块的话 就是要有 比如说 就各种形式嘛 有长视频 有短视频 长音频 然后有这个图文 这种都各种形态 你把同一个内容 你可以变成不同形态 都讲一遍 我觉得基因公司是需要这个 但他自己做不好 自己很难做好 这一套 你之前再演好 或者之后出来做这个事 是更放松了呢 还是压力更大了 因为当时立了一个flag 就是我们要做日更 所以我们后面每天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 这个从2014年之后吧 大概是到现在 我们日更的是2000多天 就是一直没段 终点有一天 我去结婚 然后大家在下面吃习呢 我上去吧 也是 我文章发了 那你当天也没有发你结婚的手 就还是一篇很正常的 正常文 完蛋了 你这也完全没有抓住 那我结婚了 我订婚了 我求婚了 我生孩子 我全都是包换 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 是当时我在一个网站上 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那篇文章被选 选做了 那个 当天的一个热点的 那段时间热点的前几名 那篇文章看的人也特别多 我具体主题是啥 我都已经忘了 真的忘了 对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网站当时发了个奖品 然后发了 一大盒牛肉干 我错了 第一次破灭了是吧 然后当时觉得 诶 这还挺好玩的 这话 对 跟各个平台也说一下 就是你们记得这些小迷品 可能就成就好几个大APP 小迷品得长继的 对 因为这东西就觉得 它不是金钱上的一个激励 它更像是一个 你就像 你就像那个 那个锻炼的那个APP 它上面有很多奖牌 大家很多人它是为了那个奖牌去持续打卡键之类的 一个虚拟的东西 它也会产生很强的一个激励效果 那就没有给你排到的 你写完了 因为你毕竟写的投资相关的 你没有很多观点 我觉得这更像是个理念上的区别 有的人喜欢成长股 有的人喜欢价值股 有人觉得A好 有的人觉得B好 那你这种棒子 到时候怎么办呢 你当时也没理解的掉 雪球上有一本 雪球那个创始人之前写过一本书 我觉得那名字挺好的 那个书的名字叫 您厉害您认得多